吃对食物不但可以保健康 而且还可以救地球 也因此呢 环保团体特别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口号 叫做嘴巴革命 什么叫嘴巴革命提的呢 其实就是利用有机农业 让地球的资源可以永续利用 而这样的一个观念 在已然爆发了粮食危机的现在 显得尤其重要 大约新闻从今天开始为您推出嘴巴革命的专题 就是要告诉大家 怎么样透过吃对方式 还有吃对食物来救地球 那么事实上呢 在今天我们首先要谈的呢 就是所谓的有机农业 所谓的有机 它的定义呢 就是合乎生态环境需求 而让土壤可以永续生存的一种农耕模式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但人跟环境可以达到协调跟均衡 就连心灵跟身体也可以有一个最佳的平衡状态 换句话说 嘴巴革命可以带动心灵的改造 而这个有机革命如何开始的呢 来看以下的报道 人一出生就跟吃产生了亲密关系 把吃这件事放在时间洪流的光谱上 从农业社会至今 饮食有了四部曲 食品安全就是要指量的安全 就是你要吃得饱 那么等吃饱以后呢 你就开始要想说能不能吃得健康一点 卫生一点 然后再来你就开始讲究这个品味啊 吃得好不好吃啊 那么到了最后的阶段 就是你开始有养生的观念 饮食四部曲的最初阶段 世界各国在意的是粮食的产量 为了达到经济规模 人类大量使用农药和化学肥料 杀死害虫的同时 也造成微生物和衍生动物的死亡 农药残留在土壤中 经由雨水冲刷渗入地下水源 透过农作物 空气和饮用水 最后回到了人类身上 才几年的功夫 农村陷入了无止境食物链的恶性循环中 只剩下作物失去了生态 一个找回安全食物和环境的运动 在全球蔓延 人开始想找回和土地之间的情感 嘴巴革命它是希望说 强调用吃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那当然是我们谈的是所谓的 贼能 低碳 有机 公平贸易 甚至于说我们也希望说 它能对未来的一个健康 跟生活多样性都有关系的 嘴巴革命谈的是有机革命 有机不是创新 而是复古 回到老祖宗的更做方法 那有机 你可能不知道 号称有机半岛的屏东 具备了发展有机的限定优势 车层的恒心加起来 600 将近700公尺的土地 占有了全台湾省75%的产量 依靠中央山脉 三面领海 加上田地集中 还有每年600万的游客 作为通路基础 恒春天时 地利人和 张国新推广生态农法 遵循有机概念 已经34年 坚持很难 还好 他的有机半岛梦 在小老弟游志成的手中开花结果 选择有机栽种洋葱 刚开始 游志成没有政府技术的支援 只有等着看消化的亲友 那产量很低 农民一般受不了 这不到三公寸 但这个的话 一分地可以收成量 差不多到四公寸至五公寸 差不多一半而已 现在市面上也吃到的有机洋葱 有九成 来自游志成栽种 将近20公寸的田地 是他收购林田 转做有机的成果 他说 不是自己的野心大 而是为了生态效益 因为以前家里就大农啦 就大面积这样栽种 我只是把那种龟 金银的方式 跟规模把它套在有机洋葱 但是你没有创造那个 相对的那个价值的时候 我一直在在烧田 相对价值 说的就是通路 投入有机的头几年 赔了多少钱 游志成不愿透露 这也是目前台湾有机操作的实质困难 去年 台湾的有机种植面积 占作物总面积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小农面对的是无法温饱的挑战 环保团体认为 台湾政府在有机这个产业 缺乏长远的规划与破例 我指一个例子 像北欧 你看 他们为了推荐有机农业 他们把有机农业的生产者 跟学校的营养物餐就绑在一起了 所以希望说你学校就使用营养物餐 而且是来自于当地的附近农民所生产的 尽管台湾考验相对严苛 但是有机农友的信心和坚持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有机的效应的话是应该是说 比较大规模的面积去栽种 产生那种生态效应才会出来 你小面积旁边的污染都比你大了 你做这一块的话 你的效应相对就减低 从小做大 慢慢扩大影响力 推广嘴巴革命 下一次吃东西前 不妨转个面 让台湾的有机会真的有机会